黄金与机械怎么刷才能快速拿满4000新穷奖励 首先我们打开黄金与机械可以看到左上角一个头面图件 这个我们暂时先不管 因为头面图件会跟着新头子和开头密文一起解锁 所以不用特别在意 然后是左下角的玩法奖励 分为测试和难题 测试就是所有头子通关一遍比较简单 但要注意第一个头子得在难度1以上通关 第二个头子得在难度2以上通关 以此类推 难题则需要打折磨难度 打不过的可以看我下个视频 里面有好几个平民阵容打法 接着是右下角的开头密文 解锁密文需要在不同位面达到不同认知值 这里我建议大家跟着系统走 系统会根据你没解锁的密文 自动推荐认知值区间非常方便 完成系统推荐还有额外50%的神经脉冲奖励 可以用来快速升级技能术 大家记得打完每一把就去升级一下哦 这样下把会更快 密文刷取难度 我推荐在难度3 因为难度3不仅刷得快不容易翻车 还包含了绝大部分的密文 刷到后面会只剩下两条要去难度4解锁 不过由于之前升级的技能术 这时候再去难度4会简单很多 速刷难度3的时候建议选追猎头子 追猎主要是可以跳着走能省不少时间 并且如果练度够 甚至可以选择直接跳到boss面前 我他妈来了 最快没有之一 头子可以参考下面组合 其中通用嗅觉需要解锁第一条密文获得 没有的话先用区域本我代替 阵容方面 C 辅 盾 奶 柔软没的一定要上能节省不少时间 主C尽量选boss对应弱点的 比如物理 冰 虚数属性 命途的话 银芝就选智识 这基本是官方外挂 其次隐悦选繁育 卡玛选虚无 其他主C可以一律选毁灭 稳定不翻车 下课 做出 改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